我是羅道選手楊元偉 我是舉重選手郭姓淳 是南室跨欄選手彭明洋 桌球選手廖正廷 籃球選手林明勝 體操選手曾偉勝 桌球選手楊子儀 跆拳道選手黃玉祥 籃球選手林哲廷 郭政鋪 桌球選手黃彥晨 我是林彥如 籃球選手游艾哲 桌球選手林玉尊 體操選手葉正 我是羅道選手林振臨 最後一個字 熱 跟高雄差不多 熱 然後東西好吃 很多人看棒球 美食很多 飲料很甜 感覺很多美食啊 好吃好玩 好喝 美食非常多 對 然後其實你知道 有時候在滑IG的時候 最多出現就是台南的美食 可能對上台南的時候 那個地主球隊的 就是黃烏森 比較大的這樣子 美食很多吧 然後步調也很慢 就是 感覺跟其他城市 比較起來 就是 生活起來比較沒有 這麼的壓迫感 以前從小到大都會在這裡打比賽 所以 其實對附近環境都非常熟悉 很舒服 很舒服啊 就是 人情味很好 我其實到小二 還沒有練樓到以前的時候 我都是住在台南 就是住在那個孔廟 上完課 然後都會去孔子廟店 跑來跑去玩啊 然後 吃那個福祭肉丸 還有小豆豆 小豆豆 已經倒了 對 就是 很多就是 意麵啊 滷味 就是一個 複合式的一個店 美來必走 那個牛肉湯啊 之前來都吃牛肉湯嘛 因為台南最 最有特色就是牛肉湯嘛 還有 之前都會喝那個 綠豆沙叫什麼 對 雙身綠豆沙 我聽說那個綠豆沙 牛奶吃 對 因為我 我昨天 不能吃東西嘛 因為我今天早上就要過棒 所以我就說 明天我比完 馬上給我定一杯 這樣子 當然就是那個牛肉湯 我們這陣子都住在 比較靠安平那邊 靠海邊 我們每天晚上去 都吃那個海產 吃到膩了這樣子 問題牛滿有名的 之前都會上網查 就是哪裡比較好吃 阿育牛肉湯 牛肉湯 它是用那個生的肉 然後直接加湯下去 然後就這樣 送上來給你吃 昨天 吃了 三家牛肉湯 牛肉湯 還有 鮮魚意麵 鮮魚意麵 也不錯 沒有 鮮魚麵這種 覺得太甜了 沿路上吧 有一間那個 無名的 絲母魚湯 然後還有那個肉湯 就是好像還蠻有名的 對 我自己是喜歡肉湯飯 肥肉的肥肉飯 我蠻喜歡吃 王式魚皮 還有那個 煎魚肚 就很多酒吧 對啊 都很好喝 角菇咖啡 但是它晚上是酒吧 就是 蛋蛋漢堡 那你吃了幾號餐 有點忘記 好像是六號餐吧 對 肉羹 我覺得很好吃啊 就是 我覺得南部的口味就真的是很特殊 而且非常好吃 都有點帶有點甜甜的味道在裡面 我覺得在台南最具印象的就是我們 在這邊拿下冠軍 拿下T1的冠軍 對 在這邊拋彩帶啊然後拿冠軍盃這樣 就是最具印象的 然後我就找顧他 U12的時候 其實在這邊被罵 那時候第一次離家那麼久 然後想家的感覺 台南我上次有來啊 我上次有去安平那個浪人祭 第一次自己去參加音樂祭 調適一下自己的心情 觀光客很多來台南 然後走那個圓環 紅燈都不知道可以右轉 然後就突然煞車 每次都害我差點撞到 真的假的 我在這個台南桌球館打比賽的成績 都打得還還不錯 這也算我的福地 來台南會在路上會認出一些粉絲 台南的人都很熱情 然後看到我的時候都會 給我鼓勵什麼的 還滿開心的 因為就是大家會因為拳擊這個項目 然後認識到我 然後來到這裡的時候 會感覺到很多溫暖 如果要講到有趣的話就是 昨天就是看田徑的賽事比賽 在結束之後 然後跟家裡去吃飯 結果無巧不巧 在餐廳碰到了那個鼻子乾 決定去吃牛肉湯的時候 碰到他 真的運氣還滿好的這樣子 台南就是古都嘛 所以我還是覺得台南的一些古蹟 真的還滿值得去一趟意猶這樣子 這個世界應該會去比較熱鬧的地方吧 像神龍街聽說很厲害 對對對 晚上的時候很漂亮聽說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